戒凯于此有二义 佛在这个经上 把戒律比喻作铠甲 铠甲是古时候四宾 打仗的时候 披上铠甲 保护自己身体 刀枪不容易刺进去 佛用这个作比喻 不舍律意 这四个字重要 我们今天修佛 就把这个东西俗乎了 不舍律意 特别要给同修说 那个地资鬼是根之根的 不从这里下手 你就决定做不了 中国古人 德行的根深厚 他从小养成的 一生不会变 半路学的都靠不住 培养这个根的人是谁 母亲 从你出生 到满三岁 这一千天 这是砸根的教育 古人所说的 三岁看八十 三岁这个根砸得好 他一生不会改变 叫三岁看八十的意思 现在没有了 没有人叫了 所以根全部都没有了 他自己没有 他父母也没有 他祖父母也没有 再往下真祖父母 可能都没有 往上这高祖父母 会懂得一些 未必他做到 他懂得 知道一只会事情 再往上面去 才知道 我们中国这种传统的教育 疏忽 断掉了两百年了 所以今天真不容易 这不是屡于四个种 望洋心坛 到哪里去找 这根本找不到了 我们现在唯一一个期望 就希望下一代 下一代也找不到 下一代希望再下一代 这个希望不要中断 三代四代之后 可能就会做到 有心的人 做母亲的人 他就开始来做 母亲只要发这种心 动这个念头 就会由佛菩萨圣贤 来降台 他将那生佛菩萨 生圣贤 母亲没有这个念头 他就没有感应 母亲想养一个圣贤的儿子 想养一个 佛菩萨贤 像养一个空子 佛菩萨真来了 就当你家来了 你没有这个念头 他不来 感应道教 不可思议 也要 舍养个绕签